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七叔陌生谷一起出来探听消息 当下自然选择有峨眉派弟子的出没之处了 可他却不知周芷若早就和张无忌一起出海刚刚回归的事情 一天夜晚他偷偷地摸进一名峨眉女弟子的房中 看床上躺着那名少女身形与芷若倒有几分神似 轻叔大动之下快步走到床边伸手向背中摸去 少女于梦中醒来连声呼叫 轻叔一愣 听他声音并不是自己日思夜想之人 就在这时 那少女一把抓在银贼的脸上 轻叔吃痛 颜面跳床而去 陌生谷并未睡熟 他耳听外面杂乱 有大量峨眉派弟子高声呼喊抓银贼的声音 于是墨七侠持剑走出客房 脚的是正看到轻叔的背影 陌生谷知道这人定是那采花银贼 于是随后追了下去 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了郊外荒凉之处 墨生谷的轻功毕竟更好一些 看看追尽后 一个颂月跳到轻叔身后向他推了一跤 墨七侠随手搬过那人的身子看时 不由惊呼道 轻叔 是你 宋轻叔跪在了地上 惊慌失措道 轻叔 你听我说 我只是去寻找周师妹 不想找错了房间 我并无心侵犯他呀 墨生谷立声道 如果房间中是周芷若的话 你就可以侵犯了吗 轻叔无言以对 只能苦苦哀求 墨七侠想了想说道 我暂且不把你交于峨眉派 但是这件事一定要告诉你爹 你和我一起回武当吧 宋轻叔吓得浑身发抖 摇手说道 我爹要知道的话会打死我的 七叔 千万别告诉我爹呀 陌生谷向前走上一步来拉青树 可这时宋轻叔心中惊惧已急 他忽然抽出长剑向前刺去 陌生谷做梦也想不到 这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失职 竟敢向自己下手 这一下长剑惯凶当即弃绝 宋轻叔只觉得天旋地转 他自己也搞不清 为什么会对七叔下死手 这时正浑浑噩噩减 忽然听到有人笑道 宋少侠做事果断决染 不愧是名门之后 我陈有亮心服口服 清书回头看去 就见那名自称陈有亮的丐帮长老 缓缓走来 他语无伦次地说道 你想做什么 陈有亮道 史书之罪 恐怕宋少侠担待不起吧 你放心 我可不想做第二个陌生谷 我只想和你交个朋友 宋少侠不反对吧 他见宋轻叔依旧神智迷茫 当下主动上前帮他善后 把陌生谷的尸体 藏到一个隐蔽的山洞之中 至此 宋轻叔被陈有亮抓住把柄 完全丧失了自我 陈有亮与师父陈坤定计 先挑唆丐帮和明教火匹 然后扶植宋轻叔 成为武当掌门 由此控制武当 最后 以金毛狮王为诱饵 策划一起武林浩劫 这师徒二人各怀心机 按计划开始了行动 吴继通过调查后 发现明教教众惨死 全是丐帮所为 于是 他秘密潜入丐帮总部 暗中窥探 这一日 呼听丐帮帮主驾领 吴继躲在乌梁之上 向下观望 就见一名 身材魁梧的壮汉 大摇大摆地走在最前 他身后紧跟着陈有亮 和两位龙头 吴继知道 丐帮之中 帮主之下 就是掌拨龙头 和掌棒龙头 这两位长老 看来今日丐帮首脑 全都到齐 一定会有重要举动了 古然就听陈有亮说道 如今 魔教横行 那魔教教主张吴继 更是霍乱天下之辈 放眼武林 只有我丐帮 敢于和魔教抗争 并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这次 我们由史帮主亲自出面指挥 定能一举剿灭魔教 到那时 我丐帮成为武林领袖 字不在话下 陈有亮侃侃而谈 随即又把宋清书 介绍给丐帮重任 并向帮主 推荐让清书 做一名丐帮长老 那史帮主 总是不住点头说道 陈长老说得极对 只按他说的办法 张吴继心中暗道 这史帮主怎么毫无见底 好像陈有亮才是帮主一样 宋师兄怎么投靠丐帮了 他得到太师傅和大师伯他们的许可了吗 正想见 呼听门外 有人说道 刚刚是谁在说 想灭了我们名教呀 就见赵敏女扮男装 迈着方布夺了进来 宋清书眼尖 高声喝道 他不是张吴继 这人就是汝阳郡主赵敏 就是他把我们六大门派抓到大都的 丐帮帮重纷纷围上和赵敏手下站坐一团 吴继眼见丐帮弟子布置成了大狗大阵后 很快占据了上风 于是他居高临下 会长向厅中击去 众人只感觉一阵刚风袭来 大厅中顿时飞杀走时 地板被打得四下纷飞 屋顶的泥沙速速而下 吴继趁乱早把赵敏拉到角落 随后化开了一面大鼓 二人快速跃进鼓中 耳听得赵敏的手下们呼和着撤离了这里 随后群盖们乱喊乱找了一阵后 渐渐安静了下来 就听盖帮帮主石火龙说道 这张吴继真是厌浮不浅 蒙古郡主和峨眉后掌门 这两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都围在他周围 可真是令人羡慕 陈永亮干咳了一声道 帮主再跟咱们说笑 其实对付张吴继倒是简单 他虽说是个淫贼 可对武当张老道和那几个师叔伯们倒还有点亲情 我这里有一包五毒师心伞 只要宋少侠拿回去 放到几位长辈的饮食之中 他们就会丧失战斗能力 到那时由宋少侠掌管武当 以张真人为耳 还不怕张吴继不上钩吗 宋青叔连连摇手道 这可使不得 你让我陷害家父和太师父 这种事我宋青叔万万做不得 陈永亮黑黑笑道 那你回去和你末期叔商量商量 再答复也不迟呀 宋青叔面如土色 黯然接过了毒药包 揣到怀中 裙盖散去 张吴继在鼓中搂着赵敏 很是舒服 忽然腰眼一疼 已被赵敏踢了出来 吴继苦笑道 他们为什么叫我小银贼呢 难道我品行很差吗 赵敏眼神一闪道 你终于知道 被人冤枉的滋味了吧 好受吗 吴继觉得赵敏的话中有话 还未及细想 天空就下起雨来 二人向山岗奔去 却发现不远处有个山洞 于是进入碧雨 这雨越下越大 又过了一个时辰 有几人顶雨走来 就听一个浑厚的声音道 青叔和七弟走到哪里去了 这么长时间没有跟咱们联络 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呀 吴继险心喊出来 这说话之人正是大师伯宋远乔 另外几人应该是二师伯和四师伯了 这时宋远乔等人也发现了那个山洞 于是也走过来躲避风雨 吴继和赵敏大炯 虽然二人问心无愧 可孤男寡女躲在山洞之中 毕竟好说不好听 于是二人向山洞内部走去 忽然赵敏脚下一半 他俯下身来仔细观看 不由的啊了一声 绊倒自己的竟然是一具尸体 他呼声虽轻 可早被武当三侠听在耳中 三人快速奔进内洞 先是看到吴继和赵敏 随后见到了地上的死尸 二侠玉莲舟忽然大叫了一声 是七弟 七弟被他们杀害了 在火把眼映之下 吴继看得清楚 死者正是七叔陌生骨 武当三侠纷纷拔剑向吴继二人攻来 他们认定了是吴继杀害的七弟 所以下手毫不留情 吴继解释不清 可又不敢和长辈动手 情况十分危急 赵敏虽说道 你受了这点委屈 就自暴自弃了 还算个男人吗 你受到的冤枉 比起我来 还差得远呢 想诚清事实 首先就要活命 你死了 谁还会为你沉原着雪 懂吗 吴继知道赵敏说的有理 这才出手相抵 逗了一会儿 三位师伯自然不是他的对手 分别被吴继点住了穴道 赵敏说道 三位大侠也不用生气 你们看清楚 墨七侠早已死了多日了 若是我们杀的 难道我们会一直守在尸体旁边不走吗 还有 如果我们是凶手 那么现在 已经点住了你们的穴道 难道还不杀你们灭口吗 墨七侠怎么会一个人死在这里呢 他最后是跟谁在一起的呢 宋远乔师声道 清书 又过了数日 丐帮再次召开大会 这次参会者除了上次那些人外 又多了峨眉派周芷若 原来成坤抓了谢迅和芷若后 把谢迅关押在隐蔽区处 而芷若却被陈友亮和宋清书救出 清书自认为这次冒死救出一中人 应该会获得他的芳心 却不知这只不过是成坤 陈友亮和周芷若几人故意安排而已 就在这些人正在密谋如何先控制武当 再控制峨眉之时 张无忌已大步走进厅中 他这次前来已经做好打算 要一举挑了丐帮 所以气势十足 昂首而入 丐帮弟子再次布下大狗大阵 无忌不再留情 九阳神宫到处 围在身旁之人站立不稳 纷纷跌倒 陈友亮一伸手 抓住周芷若的咽喉道 张无忌已再动手 可别怪我下手无情 无忌面色略变 停下了手 呼听的空中 凤鸾之声响起 有几名女子从天空缓缓飘下 当现一名黄山女子 容貌脱俗 举止优雅 宛如仙子 他领着一位小女孩 迈步向前说道 丐帮怎能如此不长进了 端得丢了祖先的脸面 陈友亮就觉得一股柔和的气息涌来 身体不自觉的向后飞去 落在帮主石火龙身前 他不由的失声道 你是谁 你凭什么管我们丐帮的内侍 黄山少女道 先祖和丐帮甚有渊源 我怎能眼见尔等肖小 唯非作歹 将丐帮变为不变是非之邦 他回头对身边的女孩说道 红石 你把信用拿出来 给他们看看吧 小女孩点头遵命 双手举起一条绿色的竹棒道 这是带帮打狗棒 帮中的叔叔们还认得吗 他冒充我爹 他们几个全是坏人 掌波龙头走上前来辨认后说道 这的确是咱们的打狗棒无疑 小姑娘 你爹爹是谁呢 那小女孩哭道 我爹爹就是石火龙 此言一出 帮中所有人都是以惊 就听黄山女子道 陈友亮勾结他师父陈坤 对石帮主下手 石帮主不敌成坤 被他下重手杀害 陈友亮不知从哪 找来这么一个傀儡帮主 长得倒和石帮主很像 他们狼狈为奸 恐怕早就控制了整个丐帮了吧 他话音未落 身掌凌空抓来 就见石帮主的身体 不由自主地飞了过来 跌落在地 小姑娘使红石走上前来 一把抓下他的假发和假胡须 这石帮主竟然是个赖头胖子 陈友亮心知事情败露 当下抓起送信书后 仿出一颗炸弹 趁乱逃跑 黄山女子把石红石交于掌拨龙头 并叮嘱两位龙头 务须尽力辅佐红石 重振丐帮雄风 他见诸事停到后 这才看了吴迹一眼 微微一笑后 带着其他少女踏天而去 从现身到离去 只不过一盏茶十分 一把丐帮这几桩事物 处理得井井有条 吴迹看着他消失的背影 不禁呆呆出神 他多么想把他教主问一问 你叫什么名字啊 耳边就听史红石 正和两位龙头说话 他自称姓杨 我一直叫他杨姐姐 那天我被成坤追杀 失足跌落山崖 等我醒来后 就看到了杨姐姐 他们住在一所山谷中 那里好美 就和仙境一样 欲知无忌 能救出谢逊吗 紫若和赵敏之间的撕扯 又会演变到什么地步呢 情开夏季 植若酒阴飞白骨 新娘素手裂红伤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还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 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与人生感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